好,非常非常高興能夠來這邊跟大家聊天 剛才我每一個攤位都已經看過了 還好這個今天沒有帶很多現金出門 不然就現在已經沒有了 我剛剛也有人說簽名就可以了 所以我可能演講完之後再講一次 那我先把它保錄臉上 那我們今天的進行方法是採取這個Slido的這個系統 那這個系統非常的簡單 就是大家現在如果手上有手機的話 就等這個QR Code出來之後 你就可以直接去掃描它 那你掃描到之後呢 就會進入一個提問的一個地方 因為我們表定的時間沒有很多啦 那個大概最多到五點而已 所以大概沒有辦法到五點 最多最多到五點而已 所以大概只有半小時的時間 那所以如果我們是舉手發問的話 大概問用講的話四五個問題可能不到 我們時間就不夠用了 所以我們試試看說如果有手機的話 掃一下QR Code 或者是說手動輸入Slido.com 或者是請你隔壁的人幫忙 然後再輸入今天日期317 那不管是你用輸入日期還是用掃QR Code 都會進入一個匿名的一個聊天室 那這個匿名的聊天室呢 有兩個好處 一個是說呢 因為大家這個都可以按讚嘛 你看到別人問的問題 你也想要問的時候 你按讚 它就會跑到上面去 這樣我就知道說某一個問題 沒有個人都想要知道 我就優先的來回答 這是一個好處 那第二個好處是說呢 它可以追問 所以說呢我講到一半的時候呢 如果你這個有什麼別的想法等等 你就再追問就好了 然後呢它就會跑到底下 就有人拖跑已經開始問問題了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就很歡迎大家 就一面這個掃QR Code 然後一面想一想要問什麼 那如果真的覺得說 用寫字不是很方便啊 那也是可以歡迎舉手的 那舉舉手的話 我們就盡可能把麥克風遞過去 好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了 那有8位朋友們想要知道說 真的有點長 政府近期一直提到地方創生人 或者是什麼型態的創業面對的 都會是全世界的地方 每個地方創生能力跟資源一定是遠遠不足的 你建議應該要如何應應呢 我覺得這個是問題 它後面有個預設 是說好像任何型態的創業 一開始就要跟全世界競爭 不一定是這樣子 跟全世界競爭的只有是 你透過網路 你在那邊都一樣的這樣子的東西 好比像說像我寫城市 我寫城市真的是跟全世界競爭 因為全世界任何地方的人 他寫了城市之後 他沒有一個實體的東西 你不用把它存在某個地方 他只要上傳在網路上都一樣 那這樣的話真的是跟全世界競爭 可是就算是我們寫城市的人 裡面也會有一些部分 他是要聽客戶的需求的 他是要量身打造的 像跟你生活一段時間去看 你的工作裡面 哪些可以自動化的部分 像我剛剛有到一個攤位去說 那他的這個生產 像是就是阿伯 他的這個過程 他可以透過一些自動化的方法 把它減少到本來大概一半的這個時間 那這個呢就不是任何世界上 任何一個地方的人 都可以寫出來給你 我們這些寫城市的人 必須要先跟你一起工作一段時間 先了解到你的這個生活的方式 工作的方式這些方式 然後呢再用最適合你的 我們叫體驗設計的方法去量身打造 那量身打造到一個程度之後呢 我們再把這樣子的一個服務 變成可以授權出去 大家都可以用這一套 所謂服務設計的方法去進行 所以我在這邊要講的就是說 這個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叫做網時整合 那這個是各位的目錄啊 他們給我的小嘲諷 我要的不是正常 OK 就是所謂的網時整合啦 那像這個是我在那個 台北空總的辦公室嘛 就是這個 這是我辦公室 它是在那個仁愛路三段99號 建國畫室旁邊 然後沒事就會有一大堆這個無人車 什麼東西來這邊做個做實驗 那在這個裡面有一台 這個叫做天賦城市的 那他就去結合這種網路跟實體 去把這個接賣者 就是做輪椅賣容器的一些朋友 他可能賣頭上糖或衛生紙啊 透過這個設計的方法 先去看說 就是他在體驗的過程裡面 他常常要解釋為什麼 這個他不是不效業者利用啊 或者是說這個大部分的民眾 他可能不太聽得懂他的故事啊 或者說這個商品本身 他沒有加持啊等等 所以說他們就去結合 各種各樣子的服務提供者 去做生活招呼啊 去把它變從一個破破的輪椅 變成一個很棒的一個街賣車 然後上面還有一個很大的螢幕 你走過只要看廣告 他就有收益啊 或者他上面的東西 變成一些公平貿易的茶啊 咖啡啊這些東西 那最厲害就是說 他還只有這個草圖的時候 他就在網路上面去 徵集大家的意見 這個叫群眾募資啊 就是說任何人都可以提一點點錢 那這個錢湊到一百萬 這個東西才開始 那當然各位都有一百萬啊 那這個意思說 這個一百萬湊到的時候 他不是只是出錢而已 也包含出地 因為我出了錢 我想要看到你失敗啊 所以我就想說 那有這個車 它可以做網路分享 你手機沒有電 它可以快速充電 前面有一個櫃子 可以放雨傘等等 對 這些都是我們在網路上 任何一個地方的人 都可以想到的 但你要考慮 你必須要有一個 跟實際這些街賣車 實際走過一段時間 才能夠知道說這些idea 怎麼樣變到他的生活裡面 所以這種往事整合的這種概念 我覺得說我們創業的時候 只要1 掌握住 那這樣的話就不用怕 去跟全世界競爭 而且呢 這個能力跟資源 從網路上走去摩的方法來 就不會是源源不足啊 就會是源源不絕啊 所以我們這個問題 先回答到這邊 有17位朋友 都想要有一位 一起出流線公司 一位宋金龍的同學 哈囉哈囉 大家好 這個問說 用社會企業的角度來出發 怎麼跟原住民族 或者部落的串接提供 來就業或者是技能的這個機會 非常好的問題 大家都知道 我是負責社企的一個政委 那我們設計呢 有一個就是叫做新創原木網 S1.pw 就是你找新創原木網就會找到 那在這個上面呢 我們就可以看到大大小小的 台灣非常非常多 已經登記了的這個社會創新的一個組織 那這個呢 不只是公司型態 不知道很多朋友也有勞動合作社的型態嗎 生產合作社的型態啊 協會的型態啊 等等 它完全沒有關係 不一定要是公司啊 只要是一個組織 它就可以登記在這個上面 然後你就可以看到它的服務的類別 是食農創新啊 公平貿易啊 就業促進啊 還是什麼別的 那這個的特色就是說 它不是只是賣東西 或者是賣服務而已 它還會告訴整個社會說 我這個章程是什麼 就是說我成立這個東西 它就是為了要解決什麼社會問題 或者是說要解決什麼樣的環境問題 意思就是說 越跟我做生意 社會就會變得越好 不是只有我的客戶 或者是我的廠商 能夠獲得利益 而是說 旁邊的這個環境啊 那些這個 河流啊 或者是 語言啊 文化啊 這些東西都可以獲得怎麼樣的利益 那社會企業跟一般企業最大的不同 就是說 它要促成什麼公共利益 是寫在章程裡面 意思是說 不是你賺了錢再來做公益 而是說 你不管是不是賺錢 做的就是公益 那像這樣子的一種做法 它只要公開的揭露出來 我們在這邊就會幫你去做行路 去做推銷 去做各種各樣子 因為我們國家也是 政府也是要做公益啊 我們每個部會 每年都有它的公益目標嘛 所以如果你的目標 跟這個部會的目標 互相扣抖 欸那你不然之間 就跟這個部會 是夥伴關係啊 不是夥計關係啊 所以這就非常的重要 就知道你的這個目標 你把它宣稱出來的時候 那你要部會看得到說 欸他們要做的實證目標 透過你來做 肯定他自己做要來的更好 那這個時候 你跟部會之間 就不只是 好像這個 拆購啊 承攬啊 委託啊 這種關係 而且你可以甚至唐賣王子的 進到部會的這個 政策的決定裡面 一起去想說 到底要怎麼做 這樣子 那所以我們有很多 巡迴會議等等方式 去做這樣子的創建 那所以我們這樣的實驗了 一年多之後 當然現在大家 剛剛那個問題 也有提到嘛 所以我們現在有一個叫做 地方創生的一個專案 那地方創生專案的意思是說 你不用再等 政委或者院長 而巡迴到你們的地方去 去進行這樣 多方地外關係的討論 完全不用 現在呢 你只要是這些 這個優先推動地區啊 不管是人像 或是中介城鎮 任何的人 你只要想得出 某些方法 能夠創造的地方就業機會 讓大家願意回來 讓大家願意待下來 以及讓這個地方 有一個新的風貌 讓別人聽得到 你們就是所在的地方 那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就採取一個 大家以前 可能都沒有碰過一個情況 叫做隨到隨辦 所謂的隨到隨辦 的意思就是說 任何時候 你只要找 鄉鎮市的這個區公所 然後說 我只要融合了五方面的人 就是產官學研社 這五方面的人 以前都是各自 往各自的部位提案嘛 現在是說 這五方面的人 又坐下來 又凝聚一個共識 形成一個願景 那這個願景呢 也不用像以前 這個大家提案書寫 那麼一疊這個一百張 都不用 大概這個簡報 大概五張就可以了 就很簡單的去說 我們這邊有個共同的願景 產官學研社幾年 幾月幾日 我們有這個 聊過了 有開過一次會 那我們覺得有些東西 有可信性 那拿著這個 那從國發會的角度來看 他隨時收到 就隨時找人來 然後我們就隨時變成 他的這個 可以動用的這個服務隊啊 這個成員啊 國發會的所謂 以投資替代 補助國發資金啊 所有這些東西 就直接會派過來 所以在以前是 好像你要等嘛 幾月什麼案子送件 但現在是反過來 就是說你只要 湊到這個產官學研社 可能七顆龍珠啊 你就可以召喚出 那個國發會的服務隊 然後他就幫你這個 去把這個地方的發展的方案 去進行調適 所以就是說 我想既有的就是 我們在社創 就是有網上的資源 當然大家都願意 讓大家使用 但是如果現在 大家看了這些之後 覺得說 公務門的這個發展方向 跟我們真的不太一樣 那難道我們要來抗議嗎 欸不一定要抗議 就只要開這樣子 一個願景會議 那用一個地方創生 跟國發會 展開一個討論之後 國發會幫你去 調整其他會不會的方向 這是今年的這個 非常不一樣的做法 叫做地方創生元年啊 嗯 福萊創意有限公司 布拉魯亞的朋友 會說 本團隊 你好 本團隊雖然會去台北 但是常常思索 如果把部落跟城市 之間的產業鏈啊 無縫連結 這個也是非常好的一個問題 當時就是我們在做這個 就是 呃 當時我們在做 我這個辦公室的時候 呃 我們全台灣大概有 上百家的不同的 社會創新的團隊來這邊 那他們就是說 不希望這邊變成 又是一個好像 台北人該給台北用的 這個東西 因為台北不是很 學到地方創生說真的 所以大家會希望說 這個地方是一個儲創 那這個儲創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我們大量的運用數位的技術 所謂的網路替代馬路 那像這個地方 呃 我的辦公室應該是這一間 右邊這一間 然後呢 我的辦公室的對面 上面的這一間齁 就是 有一個綠幕 然後呢 每天早上的時候呢 就是有那個原住民族 直播共學的朋友 然後就會在全台灣的小朋友 他只要想要學習族語 那族語的老師就會在這邊 那他在綠幕前面 配上這個族人所提供的 各種各樣的背景 然後去實際教導大家族語 那這樣的話 即使他在族語人口 沒有那麼多的地區 他也可以透過網路的方式 去加入這個語言的學習圈裡面 所以台北的這個設備 它有點像是這個電波發射站一樣 就是我們把所有這個算讀啊 所有的直播啊 最好的這個設備 集中到這邊 可是事實上 大家並不是來這邊 這邊只有一個族語老師在這邊 實際聽的人 是在全台灣各地的人 那同樣的 大家在這邊 就是有一些族語的這個 新的活動啊 發表會啊 什麼的時候 我們就在這邊開機車會 那各地的朋友們 也可以透過視訊的方式呢 或甚至 開一台機器人呢 就來這邊參加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你知道善用兩個技術 一個就是直播的技術 就是我們現在 在哪裡發生事情 你丟出一個梗 然後讓全台灣的人都可以看到 那這個時候 大家就會開始關心你這邊 這是直播的技術嘛 那另外一個技術就是我們 雙向視訊的技術 就是任何人 他是想要加入你的這個 產品發表會啊 你的學習圈啊 什麼東西 現在你透過像Facebook 你都可以兩個人 直接視訊通話 然後把這個視訊通話 又轉成一個直播 然後它就變成一個梗 大家又可以去 去進行結合 去進行販售等等 所以我覺得是說 我們在這些網路 這個資源 比較發達的地方 先設立一些 這樣子的終極站 然後有非常非常多的素材 那這個素材就包含影音的素材 我剛剛有講這些族語的素材嘛 也包含食物的素材喔 就是這邊我們有一位大廚 叫石大爐 你就是各地的這個 社會創新的團隊的 各種各樣的食材 你就直接運到這個的廚房 那我們這個廚房呢 整個整天整天都有 這個各種各樣吃的 那很多新的主意 或者一個創業的想法 你聽到的不一定擠得住啊 可是你聽的時候 如果裡面有很好吃的東西 那就一定擠得住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 不斷運用這個廚房 去辦發表會 然後這個大廚就會去說明說 欸這個地方 這個食材是哪裡做出來 它後面的故事是什麼之類之類 那用這樣子食物的方式做分享 即使你在全台灣 開四個不同的地方一起填餡 只要這四個地方吃的是一樣的食物 這個見面我們三分情嘛 透過這個螢幕吃一樣的食物 也有個二分情 二點五分情 要看食物好不好吃 如果食物好吃的話 有個這個三分情 是非常非常容易的事情 有一位白虎小學弟問說 會建議如何向社會大陸行銷推廣 作為圓民企業的服務 以及理念 這也是非常棒的問題 我自己有 最近兩年有去過三次紐西蘭 去威林頓 去豪克蘭 然後去Prestridge 那這三次呢 他們都是 就是用一種很開放的方式 去讓全世界的朋友們 都來分享到他們毛利族的這個故事 那所以我印象都很深刻 就是說他們在任何活動開始的時候 他們一定都是先用毛利族這個講一段 然後說這一塊土地 本來是誰是誰是誰 是在哪樣子哪樣子的情況之下 那我們非常感謝這個 這一塊土地這個祖靈們 這個讓我們能夠今天站在這邊等等 那我覺得這故事 只是一個儀式性的故事 就是說它很清楚的讓大家知道 第一個有一個仙賴後島 那第二個是說 這個仙賴後島中間有一個傳承 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我們今天的這個擺設 或者是這些服裝 這些服飾 甚至吃的東西 所有這些東西 跟當年毛利族這個 有了什麼關係 那然後這個 因為我都去聽嘛 然後他們就會過來說 這個其實都是台灣來的這樣 所以他們來這樣 他們也常常來台灣來尋耕 然後來行政院這邊 然後也分享他們的站舞等等 所以我要講的是說 當我們講出一個故事的時候 它不會只是一個現在的故事 它會是以前連到現在 然後現在再連到 跟我們有相同的過去的 未來的這個故事 那所以每一次我們跟 不管是紐西蘭也好 或甚至我們台灣有個社會企業 叫做福同園 應該是跟這個阿美族的朋友們 用阿美族的這個藝術啊設計啊 去復興他們的土地 用肥皂草去讓那個地方 用自然農法的方法 去讓這個地方長得很好 而且還會做成像 爾維達那樣子 香氛沐浴的東西 在全家也賣得還蠻貴的 但是也賣得蠻好的 那像這樣子的概念呢 我們把這個故事帶到加拿大 那加拿大當時呢 他們看到這個時候 他們最有印象的 並不是這個香氛 或者沐浴它的這個功效啊效果什麼 它最有印象的 就是阿美族傳統的那些藝術 那他們覺得非常被打動 而且呢 他們當時連住民族的朋友就說 那我們也有一些 我們傳統領域 也有我們傳統的這些植物 那也許我們也可以跟加拿大官方 用這樣子互相合作 而不是說好像我們都是打工的 這樣子一種方式去進行工作 所以福同園這個概念 不是它的產品 而是這個概念 就直接的賣到了加拿大 所以就是說 這樣子的一種合作的模式 把它詳細的記錄下來 說它跟過去有什麼連結 跟未來有什麼連結 這樣子的話 即使是在不同族 不同國家 不同文化 大家都會記住你的 這樣子一套故事 那這個理念 先記住之後 它就很容易來 認明你的服務 來進行購買 或者是進行更多的 跨業的合作 所以先把這個故事 讓任何人都覺得 你跟它有聯繫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有十八位朋友們問說 政府是不是有可能 設立一個 原住民族的闖克基地嗎 類似寶藏岩的形態 或者定期舉辦 部落都市的對話論壇等等 可以讓一般民眾 更親近部落文化 這非常好 你們會有沒有這樣子的打算 因為 我想有一個人在點頭 因為在我之前 給我的參考資料裡面 我有看到說 其實我們現在是用 各種各樣的方式 不管是在大學裡面 會有原住民族 相關文化的一個中心 或者是在接下來 今年就要上過 新課綱裡面 我們是直接把這個 原住民族 當地的這些文化 可以學校自己 變成校定的必修 校定的選修 等等這些特色課程 那當然還有各位的工作 我們盡可能就把它推廣出去 我覺得這些都是 每一個學校 每一個可能做大學社會責任 或高校成分的大學 他們自己都 我們是非常鼓勵 他們去這樣子做 那當然如果他們缺乏素材 或缺乏這個 就是輔導的方法的話 也希望各位不令你去輔導 那這個部分我想教育部 要怎麼跟各位做見解 這應該就是原民會的工作了 所以我們就請原民會 接下來就把這位朋友 匿名的好處 就是你可以提很多很多的想法 把這個朋友的想法 也納入原民會的這個執政裡面 其實我認為很棒的文床 跟科技的結合啊 是怎麼樣子的模式 我可以舉一個例子 這也是非常好的問題 其實我覺得文床 大家不要看這個足球場 這個足球場 它其實是一群邪漢兒的 藝術治療的作品 那邪漢兒就是有唐氏症的朋友 那他們的看世界的方法 跟我們是不一樣的 也就是說 我們可能都是 透過這個互動啊 透過這個 可能文字啊 數字啊 什麼之類之類 但是他們看出來的世界 是一個幾何的啊 拓幅的 這樣子一個形狀 所以當我們同樣看到一個足球場 我們畫可能就是素描的這個樣子 但是有唐氏症的朋友們看到足球場 他畫出來也是這個樣子 但是這個樣子呢 它是非常的有心理的 也就是說 大家一看到好像會被捲進 然後泛骨啊 這樣子一種不同的這個世界裡面 所以當時呢 這個賢二文教基金會 就是去跟一個很有科技的想法的 一個叫點點山的設計公司去合作 由點點山這家公司 去幫他們做藝術治療 可是藝術治療出來這些成品 出來這些東西 其實連這個藝術治療師自己都畫不出來 所以他們就投過 我們叫做就是 把它相量化 然後相量化之後又有具象化 你就實際看到它變成噴夢的雕塑 變成噴夢的藝術 而且還有就是我們剛才看到的這些 他們在做這個天賦城市 就是輪椅和再造的時候 所有的這些很可愛的 這個貓頭鷹啊 這個很可愛的這些狗狗啊 這些犀牛隊長啊等等 也都是這些寫愛的作品 也就是說它就把它翻轉變成說 好像是需要大家幫助的 這個特殊的朋友們 變成是很特殊的 可以過來幫助大家的這個朋友們 所以這個翻轉的這個概念啊 我覺得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沒有在這個中間 我們有就是科技上面的 去把它建模啊 去把這個素材 變成想量檔啊等等的 這些設計的技術的話 那它其實就是一張一張的 手繪的稿紙而已 它可能有一些色彩的價值 可是它沒有辦法去觸及到 比方說世大運開幕的時候 那麼那麼多人 那但是當中間有這個技術 把它提煉成 大家都可以重新使用的 這個世界的狀態之後 它突然之間就有它自己的生命 那大家又透過這個來更認識 在台灣的只是閒愛的朋友們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例子 就是說這個我們叫 社會科技 它不是為了科技而科技 跟它想的那種3C的科技 是不一樣的 它是為了要讓社會更緊密 更互相相信 更互相連結而出現的 所以這種social technology 或者說social design 就是社會設計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模式 那這個穩創 創造出來的 也就是社會之間的團結的這個價值 它創造出來就不是只是產值而已 那有一個問這個台北市政府 台北市政府有人嗎 有人在這邊嗎 有人在台北成立原住民專屬的創客基地 我們在空總就是C-Lab 其實不是只有我們路三段九號的一個角落而已 空總其實是很大一區 那很大一區裡面 現在它叫做台灣當代文化實驗場 或者說C-Lab 那這個C-Lab裡面呢 其實有點像剛剛那個地方創生的針繭一樣 就是說每一個空間 你只要能夠覺得說 那我能夠把這個空間做更好的活用 更好的活化 那因為那個地方非常大 那你就可以有一個自己的空間 那以我的理解就是包含科技部 文化部還有經濟部 現在都在重新去想空總這個地方 未來要怎麼樣長期的去經營 所以國發貴這兩個月正在審這樣子的計畫 所以裡面關於創客基地的部分 以我的理解嘛 科技部是有提 那我也會想說 那是不是有可能在裡面 有專門以民主民族作為這個特定的 就是就像我們在社創中心這邊 有專門做族語啊等等的 像這種成形式教學的地方 那未來創客空間是不是也有可能在那邊 那這個我再去跟科技部了解一下 那但是我想不一定都要在台北嘛 我只要在交通比較方便的地方 大家會願意到那邊的地方 其實即使不是在台北 我覺得現在大家 在這個一日生活全台灣隔離都非常的方便 那所以我覺得大家只要附近了 有這個可以運用的空間 我覺得我們能夠另外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所謂的前天後場 就是我們在工作 或者現在是1914 在這邊變成讓大家都可以看到說 台灣還有哪些空間 那用這樣子的方法把全台灣的空間去串連起來 那這也是另外一個很可能的一個做法 那有朋友們想要知道說 在金門田中央要怎麼樣行銷 網路啊 行銷啊 這個直播啊 等等啊 這樣子 這個金門田中央是 因為這位是匿名的朋友 其實不知道他到底要我賣什麼 金門金湖鎮 田中央美食自助餐 在新世里武德新莊一本四十一之一 好 其實我之前有去過金門 那在金門他們也是有一個創客空間 他們叫做 應該是就是創意創生創業啊 這個三創的空間 那這個空間他們所使用的方式 其實也非常的簡單 就是像我剛剛講的 不斷的透過直播 不斷透過雙向的視訊的方式 然後去聯繫全台灣 關心這個地方的朋友 那金門其實之前有一個很成功的例子 就是高粱酒 那這個例子裡面 他們的做法其實是 他們同樣就是把這個烈士轉換成優勢 就是這個地方的 就是倒作啊 水質啊 所有這些東西 他在當時還沒有那麼多知名度的時候 他就專門挑其中一個作物 就是高粱酒 然後去挺進這個頂尖的技術 那等到這一個東西大家都認識之後 他繞著這個就有非常非常多別的產業鏈 就可以開始去進行 所以我會建議說 如果你要行銷一個特定的東西的話 應該是跟你這個在地的 大家都已經記得的一個東西 去進行化 進行連結 那這樣的話大家愛無及無啊 就會直接就能夠來認識你 那如果你完全沒有連結的話 就很困難 所以像我還記得說去金門的時候 他們金門大學應該是 有一群學生出來創業 那他們做的就是去把高粱酒的製程裡面 會有一些酒糟 然後他們透過一些很棒的生物科技 把它變成一種很特殊的叫做康性澱粉 那意思是說你吃了呢 不會一吃馬上就消化 馬上就這個就飽足 就進入血液 而是說它會慢慢慢慢的消化 所以這樣就比較不會胖啊 簡單講就是這樣 那所以因為它講這個故事的時候 跟金門高粱的故事是接在一起講的 所以你看第一個我就記得了 然後第二個 它裡面有一個創新的科技的部分嘛 抗性澱粉的部分 那所以呢我這兩個一起記得之後 那之後它要賣任何東西給我都很容易 所以就是說一個現有的歷史性的這個記憶的扣合 那以及一個新的 你從別的地方都沒有聽過的一個港 那你這兩個也加起來之後 在網路上做行銷 就相當相當的容易了嘛 那有13位朋友們想要知道說 相對著廠商原住民所有工藝品機器或東南亞 把更機器的製品或東南亞的製品比較 而降低採購的醫院 如果能夠運用數位科技紀錄學生工作的過程 來達到即時無限的傳遞 或許可以突破原住民做工藝品價值 無法凸顯的困境 我覺得這非常非常棒 就是說如果我們是透過就是好像看影片啊等等 它當然可以做到一個程度 就是大家看的時候會蠻有感的 可是呢更好的是什麼呢 是讓它自己有過體驗 那一些體驗不是很容易啊 你要把它就是找到這個所在的這個地方 但現在又有很多很多的科技 好比像說我們在觸控螢幕上面 其實你設計一些手機小遊戲啊 遊戲網站啊等等 你也可以就是多多少少 體會到一點製作的過程 那更費工一點的 甚至有些人用VR的方式 你只要稍微帶上一個VR眼鏡 你忽然之間就好像把你這個穿過任意門啊 就移動到原鄉去 然後你就實際看到這個地方 那製作的這個過程啊 包含製作的師傅啊 就會實際告訴你他的故事啊等等 所以我覺得這種沉浸式的行銷 這個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點 那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在像社創中心 或者像在高雄有個叫cosmos 也是體感的這個基地啊 我們會放那麼多這個VR的成分進去 就是希望說 你首先你先吃一點好吃的東西 然後你再帶上VR 也不太久 大概一分鐘兩分鐘 體會一下這個東西製作的過程 那從那個之後 你就會覺得說 我會有參與感 或是其中的一部分 只要他親手做過其中某一道工序 他就會覺得是那我不是一部分 而不是只是 而像我是消費者而已 所以找某種東西去讓你的客戶 願意來一起做 這個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當然如果一下子沒有這些技術 至少可以做什麼呢 可以問他有沒有什麼點子嗎 就像剛剛講 群眾募資 最重要並不是你募到多少錢 而是他給你多少idea 多少好的想法 他只要覺得你 他的一個想法被你採納了 就好像我們蓋一座建築物嘛 其中一磚一瓦是他的 他要簽個名 他也會覺得 這是我的東西 然後之後他就會很樂意的 去幫你做行銷 所以就是讓參與感增加 我們有各種各樣的誠信式的方法 但是最後就是還是要 他對這個產品的價值 或者這個服務的價值 也有提出貢獻 然後你要非常感謝他的貢獻 有沒有印象最深的失敗的文創 或者是新創的產業案例 以及這個案例失敗的主因是什麼 其實我們做的創業 有一個到一個想法 就是說我們並沒有失敗 我們只是找出各種各樣 他現在時間還沒有到的這些方法 然後呢 我們這個就一個一個一個去試 艾基森說嘛 這個他不是失敗了一千次 他是找了一千種這個不合適的材料 然後才找到一千零一種嘛 所以就像我剛才舉的 那個點點山的例子 他們在一開始也不是 就這個網友的意見馬上就work的 好比像說他們第一個的試點 是在西門町 他們就發現說西門町 大家都是用499吃到飽專案 沒有人要用他們的網路分享 所以這樣就不太對 因為他們試點了那個點 就跟他們本來想要做的事情 是不一樣的 這個領域模式就沒有了 那或者是說愛心雨傘 發現也很難從上面 長出一個商業模式 在別的地方也許可以 但在西門町真的是很困難 所以西門町也許有街邊充電嘛 但是他們就從街邊充電 慢慢的就把它變成 我剛才講的那個模式 就是掛了一個很大的廣告刊板 然後這個廣告刊板 是疫情上面會播一些公益的一些廣告 但是它的特色是 它透過像網外線去偵測 前面有多少人 它不是拍照吧 它是偵測有多少人 這些人 它有沒有這個聚精會神 這個在看 就是離得多近 那它以這些人數啊 或者是這些一些profile 去決定它要播哪些廣告 然後呢它去收那個廣告刊板的那個 看的流量的那個費用 那所以如果不是一開始它實際去試點 發現本來三個主意裡面 可能有兩個都不太能用 它也不會軸轉 就是pivot 變成實際式的這個地方 所以我想創業的重點其實 或者也是最有趣的地方 就是在不斷地失敗 那這個失敗呢 你就是盡量不要先砸了大錢下去 然後才發現失敗 是小規模的一個最小可行方案 你覺得這個也不會很痛的這個情況下 就趕快失敗 然後失敗之後呢 你就問你的客戶說 好那這個我也承認蠻失敗的 那你有沒有期望我看到 做什麼別的事情 那等於就是用以客戶 作為老師的方法 不斷地去走轉 然後不斷地去去進步 我想這個才是創業家真正的一個重點 有位白虎小學一定問說 欸有非常非常多在這個 這個推動中小企業成像創新轉型輔導計畫 以及經濟部小型企業創新研發計畫 以及服務業創新研發計畫 這三支獲得成功的企業 但是卻看不到太多失敗的個案 請問知道接觸或造成失敗的通病 大多數是什麼 我想在這個我們發表會裡面 可能就比較不會請失敗的朋友 來發表他們的事 可能只是這樣子而已 我們有一個經驗字詢目裡面 他叫這個Rich 陳宇竹呢 他們在Impact Hub 這也是一個社會創新的一個育成中心 那他們就會跟一些朋友辦一個叫做搞雜之夜 搞雜之夜呢 大家來呢 就只許講失敗 不准講成功 然後每個人就分享自己 到底是什麼什麼失敗 然後一個比一個失敗的還要怎麼 然後這個就會變成大家這個取暖的這個大會 那但是就是除非你把那個空間弄成 大家一來就只講失敗不講成功 不然的話誰要上來講失敗的經驗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我們這個可能是要分成不同的 可能還要不同的天 可能還要在不同的場地 然後再去做成功案例分享 跟失敗案例分享 那當然我覺得這邊如果我一個失敗的同病的話 我覺得如果真的要講一個 那就是跟客戶的距離太遠 就是這樣子 那這個客戶是不只是買東西的客戶 也包含你的上下游啊 你的員工啊 你的利益關係人啊 你的廠商啊等等 就是說如果你腦裡就覺得說客戶一定要什麼 我這個東西這麼好 怎麼可能有人不要 不要是他們沒眼光等等 那這樣子的話就幾乎一定失敗了 然後如果客戶給了意見 然後你就覺得說 欸這個意見是一兩個見解啊 有沒有代表性啊 那調整的速度不夠快的話 那也這個不太容易成功 那但是我接觸過創業家 他只要一失敗 如果客戶一跟他說 欸但是我覺得怎麼樣比較好 他馬上進行調整 不一定是言聽計從 但是會把客戶拉進來 變成有點像創業夥伴那種感覺 這個參與師的程度越強 他就越不會 就是在失敗中越不會沈迫起來 他還是會一直失敗 可是失敗到大概第十四 第二十四 你就會找出一個很好的 我們叫 Product Market Fit 就是他的服務或者產品 跟市場能夠對接上 所以這個通病很簡單 就是如果你跟客戶去領月 那當然他也沒有辦法來幫你啊 那是會朋友我們問說 會跟給即將創業會在出發 創業途中的朋友有什麼建議 那我很喜歡的一個歌手啊 叫Denna Cohen 但是也是加拿大人啊 他有一句名言嘛 叫做 萬事萬物都有缺口 缺口就是光的入行 那這個意思就是說 你做的不完美的地方 別人就一定罵 但是別人罵呢 他是願意付出他的時間行李啊 就是說這個缺口是有光要射進來 那如果呢 你一被罵就好像這個龜殼 這個烏龜就鎖進殼子裡面 然後就不接受人家的批評指教的話 那反而人家也沒有跟你 共同創造的能力嘛 那但是如果這個人家罵你 那你就 如果這個心情不太好 比如說網路上常有人罵我 我如果看到這個哪些字眼 我心裡不舒服啊 那我就馬上來深呼吸 然後呢 我就去泡一杯茶 或者說我聽一個音樂 而且一定都是我沒有喝過的茶 或者是我沒有聽過的音樂 它是一個新的東西 所以一個負面的視力的自己 配上一個正面的聽覺 嗅覺或味覺的自己 下一次我再看到這個字的時候 這個金像按摩就生效了 我看到這個字之後 我心情就很好 所以我在網路上現在看到 對我任何的音樂指教 甚至是人身攻擊 我心情都很好 所以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我就只會抽取裡面 有建設性的部分嘛 我就只會有建設性的部分嘛 那大家就會學到說 原來這個第一個你媽知道我沒有用 我才不會生氣 所以說裡面有建設性的部分 我才會回嘛 沒有建設性的部分 我根本當作沒有看到 那在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那缺口才能真的變成光的入口 所以就是這個問題 好 我們先最後一分鐘 不要問說參影業者 怎麼用數位化的方式 把文化置入參影當中 這有非常多種方法 但是我只特別講一個就是QR Code QR Code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 請在任何地方都要放QR Code 那我們現在的手機的相機 因為大家拍照一定會打卡嘛 要先記過什麼才能吃嘛 這個大家都是這樣嘛 那在這個拍的過程裡面 只要你的桌面 你的菜單 任何地方有QR Code 人家的相機只要你看到 那個東西的網址 就會跑到人家的手機裡面 那你就愛讓它看什麼就看什麼 所以我們就從最簡單的 最基本的數量的方式就開始做 那就是從QR Code開始 好 那有五點了 我們今天就講到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